因為當初我們在2014年的時候 就開設了我們的咖啡 因為我們跟事件局 就拿到這個灣仔街市這個重建的項目 覺得這裡很有意思 因為以前這裡是一個街市 街市有很多殺生 還有很多不同的事情都會有在這裡發生的 我覺得可以用這個地方來做一個很清淨的素食 其實是很有意思 因為我們的品牌其實一直都是很支持環保 我們的傢俬也很多用環保的木 或者一些很質素的木 因為一件傢俬 其實你保持得好 其實都已經是在做環保的 所以我們品牌裡面有花店 所以後來我們增持了一個數值的餐廳 希望在五官上面可以提供給我們的客人一個很特別的感受 在灣仔裡面有一個石施森林裡面 進來之後其實是好像有一個另外一個世界 我們的餐廳就是在我們花店裡面 其實一直吃東西的時候 就是有鳥與花香就會陪伴在一起 所以這個感覺就會是很多人喜歡 還有在一個古蹟裡面吃飯 應該是沒有一個素食餐廳可以提供到這樣的環境 我們的咖啡都開了八年 我們想要一些轉變 所以現在想加一些新的元素 而大飯堂也是一個本地的品牌 跟我們一樣 所以我們想加一個甜品 尤其是我們的客人很多是女性 甜品更加是女性最受歡迎 就是最喜歡的一個食物 我想他們希望再多一些新的元素 可以吸引多一些新的客人 字幕志愿者 跟氣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